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日 有个叫项羽的家伙 看了秦始皇的排场 对叔叔项梁说了一句千古名言 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取而代之 当时的老百姓要为国家免费劳动 俗称姚毅 有一个名叫刘邦的家伙 在为朝廷扶姚毅期间 见到了威风八面的秦始皇 也说了一句千古名言 大丈夫声当不适 刘邦和项羽都想让自己取代秦始皇 当时有他们那种理想的人 可不在少数 秦始皇做梦也不会想到 因为自己抖威风 会招来那么多敌人 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 是刘邦战胜了项羽 取代了秦始皇的位置 刘邦要登基称帝了 他碰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出身时代太低了 刘邦的竞争对手们 大多数都是贵族 出身 秦始皇家族当有无数代的秦王 将与家族时代都是楚国贵族 韩王信和齐王田广等人 祖宗都是国君 刘邦一介不一 靠着武帝登上了九五之尊的位置 他的出身实在是拿不出手啊 刘邦的老爸刘太公 是个足球爱好者 虽然现在的中国足球队人见人妻 但是咱们中国是足球发源地 中国的足球是最早的足球运动 这是国际足联公认的 狐为张彬彬老师饰演的秦始皇巨章 感谢原作者张彬彬老师古迹记载 刘邦他爸在秦朝的时候就是一个修地球的农民 刘太公除了修地球之外 就喜欢踢足球 刘太公唯一拿得出手的强项就是足球 他的家世实在称不起九五之尊的儿子的门脸 刘邦没办法 只能高远期来者 编造自己出身的神话了 刘邦编造的神话 记载在史记和汉书 按照这两部正史的记载 刘邦的母亲有一次出门 突然碰到了大 在雷电交加中 刘邦的母亲梦见自己跟神仙那傻 刘邦的爸爸刘太公见到天气恶劣 爱欺欺欺的刘太公顶着恶劣天气 去寻找心爱的妻子 刘太公到了野外 看到有一条龙趴在老婆身上 刘太公带着老婆回家 没过多久 就发现老婆有喜了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小刘邦就这么诞生了 这件事情 不是小说情节 也不是我胡编乱造的 这是史记和汉书明文记载的 原文是这样的 高祖 佩峰义中养礼人 姓刘氏 自寂 赴约太公 母约刘敖 其先刘敖长袭大则之碑 梦与神谕 事实雷电惠明 太公往事 则见蛟龙乌其上 以而有身 遂产高祖 大家看看正史的记载 就会觉得 刘太公喜当爹的 这是明白着说 刘太公不是刘邦的亲爹啊 既然刘太公不是刘邦的亲爹 那么刘邦的亲爹是谁呢 史记又接着说 刘邦是赤弟子 赤弟是上古帝王之 一 咱们中国人号称炎黄子孙 有一种说法赤弟就是炎帝 刘邦这么说 就是说自己是炎帝的儿子 还有一种说法 赤弟是祝荣 不管赤弟是炎帝还是祝荣 反正刘邦就是借着赤弟的热点 把自己的身份抬高了 徒卫和润东老师饰演的项羽巨照 感谢原作者和润东老师刘邦 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 把自己的亲爹说成是赤弟 从那以后 刘邦就被史书称为赤弟子 这件事情吗 让太上皇刘太公非常尴尬 刘太公在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之后 儿子居然满世界宣传不是他的亲儿子 这样的处境实在是太尴尬了 刘邦编造了母亲梦中欲神而运 赤弟子展白弟子的传说 完全是为他取代秦始皇造事 刘邦的意思非常明确 其实皇家族出身高贵 他是白帝之子 我的出身也很高贵 我是赤弟之子 赤弟子取代白帝子 那是上天注定的 我就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 刘邦编造亲爹之谜的故事 说出来对不起亲爹 不说出来又对不起皇帝的身份 编造出身来美化自己是天命所归 这是历朝历代的帝王都要玩的把戏 刘邦编造出身 玩得太过火了 跟刘邦比 李世民家族在编造出身的事情上 就比刘邦聪明多了 李世民的爸爸李渊 在编造自己出身的故事时 就在身体意向上做文章 李渊满世界宣传 自己出生的时候 与普通人不一样 他出生的时候 就有三个乳头 李渊的意思非常明确 就是要告诉天下臣民 我天生就有三个乳头 我是老天爷派下来补育天下万民的 我出生的意向 注定了我是真命天子 你们想取代我 就是和天命作对 李世民对于自己的出身 也是经过了一番美化 李世民满世界宣传 他出生的时候 有两条龙在他家上空盘旋飞舞 用这种方式迎接真龙天子的诞生 李世民还满世界宣传 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母亲窦皇后追风 一点也没感觉到疼痛 图为陈道明老师饰演的刘邦剧照 感谢原作者陈道明老师宋太祖赵匡进 也玩了一把编造出生意向的把戏 赵匡进满世界宣传 我出生的时候 我家突然红光灿烂 我刚出生就满体芳香 红光和芳香过了一个晚上才消炸 我出生的头三天里身体都是金黄色的 这一切现象都表明我是上天注定的真龙天子啊 赵匡义的弟弟赵匡义也编造了出生时的意象 赵匡义满世界宣传说 我妈怀我的时候 梦见神仙送给他一个太阳 这是遇事 我将来能成为首把日月 掌握乾坤的真命天子啊 我出生的时候 也和大哥赵匡义一样 也是红光满世 芳香充盈 这一切都表明 我们哥俩都是老天注定要当皇帝的真龙天子 同样是编造出生 刘邦编的故事实在太假了 赵匡义家族和李世民家族编的故事 则比刘邦编的故事 世界地气多了 刘邦那么编 让亲爹感到尴尬 实在是对不起他的老爸刘太公儿啊 李世民和赵匡义这么编 既还高了自己的出生 又不会让老爹感到尴尬 写到这里 我只能给那帮替刘邦编造出生的笔杆这么一个差评呢 参考书目 史记汉书 新旧两堂书宋史本文 刘邦复兴原创 马字不易 请尊重原创 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 本人已经和维权公司签约 委托维权公司代理维权 未经授权转载者 维权公司会代表本人维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